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异夏之真的是你》 第46集,没有路易的日子 今夏醒来时,天刚蒙蒙亮 看了看身边熟睡的上关西,昨晚的事又像放电影一样 一遍一遍在脑海中闪现 他轻轻捏捏自己的脸 确定不是在做梦,又忧伤地闭上眼睛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 今夏实在躺不住,想去阳台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 走出房门,听见卫生间传来水声 今夏走进卫生间 从后面抱住妈妈的腰,妈妈拿下正在擦脸的毛巾 轻声问道,昨晚去哪儿了,和朋友一起回来 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嗯,妈 妈妈听出今夏的声音不对劲 急忙转过身,今夏红肿的眼睛 更让妈妈大吃一惊,今夏 怎么了,妈,路易高声,掉去北京工作了 还有了,别 别的姑娘,今夏妈妈愣了几秒 所以呢,她要分手 嗯,今夏的声音机不可闻 妈妈抱住今夏,轻拍着她的后背 今夏呀 你告诉妈,你为什么喜欢路易 因为,因为她正义 有责任感,聪明,还有,说不上来了 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妈妈认真的问 是,那个别的姑娘,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吗 今夏浮在妈妈肩头,晃晃脑袋 路易只说,她是特警 今夏,你想过,没有,正义,有责任感,聪明的人 是不是会去做更大的事 去做更大的事,是不是需要一个特别有力的搭档 你觉得自己是路易那个特别有力的搭档吗 不是 所以,你想与路易并肩作战,你就要成为那个特别有力的搭档 无人能替代的搭档 妈妈,路易是在走今夏爸爸的路 因为,今夏爸爸当初也提出过离婚 只是没来得及,结果五年后 等回来一句话,延葬在哪里她都不知道 我们未来会怎样 妈,已经没有未来了 今夏悠悠地说 你们都会很好,我相信自己的女儿 妈妈俯着今夏的背 我和她的缘分终究是太浅了 可能是只修到同传度的,傻丫头,真正的缘 事挡也挡不住的,妈该准备早餐了,你好好休息 自己想通最重要 嗯 今夏点点头 上官蜥蜴睁眼 便见今夏靠在床头待坐着 她伸手在今夏眼前晃晃 今夏,上官姐姐 你醒了,洗漱一下,咱们去吃早餐 今夏,我觉得路易可能遇到了什么事 不然 她不会,上官姐姐 今夏打断上官蜥的话,吃完早餐 你还得上学呢 不用陪我,我没事,那你呢 你不去上学 你不去,我也不去 陪陪你,那你陪我去一趟警局 找层警官或者逢警官也行 今夏将路易的房门钥匙 车钥匙,包扣给他的手链 簪子,都装在了一个袋子里 去了警局 结果被告知层服 被委派去了其他地方 冯德也去了北京 这些东西放在你这儿 说不定,以后你们会有转机 从警局出来 上官蜥指着那一袋子东西 对今夏说 不会,他有更好的人了 今夏垂着头,声音很低 你确定 上官蜥侧过脸去看今夏 嗯,走,我想喝点酒 我从来都没喝多过 不知道喝多了,是什么滋味 今天就放纵一回,我陪你 醉酒的今夏 时而含混地叫路易的名字 时而又说不对,应该叫哥哥 上官蜥陪着他 直到他睡了一会儿,稍微清醒些了 才送他送回家 两天后,今夏回到了学校 开始继续上学 杨月担心他,一有时间就来陪他 表面上,今夏没什么变化 但是人还是销售了不少 时常会发呆 但是各项学业却更加出类拔萃 期末结束 今夏还得了一等奖学金 放寒假前 同寝室的几个同学 要今夏请客,今夏也好久没与大家一起聚餐了 便将杨月一并找来 在学校门口附近的一家火锅店订了一个小包房 几个人吃得热火朝天 今夏也喝了几杯酒 但恰到好处 没有多 杨月看到了今夏久违的笑容 但那后面隐藏的落寞也没逃出她的眼睛 送今夏回家的路上 杨月说今夏比以前成熟了 今夏笑说 人是会长大的 杨月刚刚离开 今夏忽然接到路易家小区物业的电话 说是楼上漏水 将楼下的几家烟了 让她过去谈赔偿事宜 今夏直接懵了 让他们打路易的电话 物业说 路易的电话是空号 所以才打了她留的另一个号 无奈 今夏只好打车来到路易家